我們剛剛講的這個肝癢的過程 我們把它化成瀕會比較好的一切一點 歪手是時間 一開始瀕管 在氮氣的溫度 maybe 400 也可能600 以前是400啦 現在都600了 現在都600 直接高溫點 在這個溫度之下呢 氣體一直通著氮氣 N2是不能停的 應該說 瀕管內 always 有的氣體代工 然後呢 一開始在溫度的時候呢 就是WAVE要怎樣呢 也就是它的金州 要Pull out and pull in Pull out的就是這樣呢 管口要把台 金州要先推出去 Pull out 然後呢 裝載 在WAVE上 把WAVE上上去 然後呢 在 Pull in 就是在盤管 把整個金州 升到瀕管內 完成之後呢 開始升溫 開始升溫 升到我們的自成溫度 自成溫度 一般氧化的自成溫度 大約都在 1000 度C 左右 低的話大概 900 高的話大概 1100 大約都落在 900 度C 到 1100 度C 左右 看你都要用哪種 那 等 升到溫度之後呢 它會先穩定溫度 所以它會有一段過程是怎樣呢 穩定溫度 溫度要先Stable 溫度Stable之後呢 繼續 等溫度Stable之後 它開始要出入自成器 比如說我現在要做的是氧化 所以我可能開始加呢 溫度Stable之後呢 我開始衝入 O2 而O2跟N2呢 Overlap了5分鐘之後 氮氣就可以關掉了 氮氣就 溫度就off了 而是留下你的自成氣體一樣 所以你的氣體在溫度穩定完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通氣 然後開始通氣體量呢 Overlap5分鐘之後就開始癢 直接到怎樣呢 直接到你認為自成要技術前5分鐘 再把 氮氣打開 再把 氮氣打開 N2再重新Ton out Ton out overlap5分鐘之後 你才能關掉你的氧氣 O2 off 所以是O2 off 關掉之後呢 等氧氣關掉之後 你的氣體 你會看到 從頭到尾氣體都沒有在斷 從頭到尾氣體沒有在斷 然後呢 接著 關掉了自成氣體之後 你就可以降溫 那降溫度它為什麼慢慢 降完溫度之後 降到了自成溫度 你才會怎樣呢 才會撥奧 把微粉取出來 這是這樣的做法 這是這樣的做法 所以就是在自成溫 在 待機溫度 要做這件事情 等到 關門之後 開始升溫 升溫升到自成溫度之後呢 穩定溫度 穩定溫度完之後呢 開始進自成氣 通自成氣一段時間之後呢 關掉 閒置用的氮氣 然後 開始氧化 O2一通其實就開始氧化了 O2一通就馬上開始氧化了 然後呢 等到快要結束之前 只要抓好時間 越早以來有在開車就會轉化 那 當你的自成時間結束前五分鐘 你的氧化要重新打開 重新打開之後呢 OpenLane5分鐘之後呢 你的自成溫度 已經關掉 接著就Always一直通著氮氣 氧氣就是Always通著 所以看到氮氣花費多大 這是這樣 這是乾氧 那接著我們來介紹濕氧 濕氧 濕氧 濕氧的差別在哪裡 你看 乾氧跟濕氧跟著前面所述的差別 好像就長在製成氣體嘛 對不對 好像他想請問 濕氧的製成氣體怎麼通進去 濕氧不通 來看客人怎麼說 濕氧的氣體怎麼通呢 所謂濕氧就是用S2O取代O2 那請問H2O你怎樣給他變成正氣 好 一旦他變成正氣之後呢 他會變成O跟OH 那OH可以跑得比較快 所以他長度比較快 好 那今天就來了 請問 這就來了 濕氧中的A2有什麼產生 客人化的這些我一個都沒有聽過 在我唸大學開始掌聲下過程中 我從來沒有看到真的哪一瓶水 加熱 然後咕嚕咕嚕 水蒸氣就要出來 或者是通個氣 故意把水蒸氣給吹出來 I never saw 我從來沒有見過 或者是這樣子 有一個加熱的平板 水滴上去之後 哇 噗噗噗噗噗 接牛排 對不對 水滴上去噗噗水蒸氣 然後有個氣把吹過來吹到不管裡面 客人化了這些 基本上不是在料理節目上看過 沒有在半糟米日正常看過這些東西 我看過了現在也都變成這樣子 濕氧史機上 他不是現在的做法 絕對不是真的通水氣啊 用VODEL 現在通的是什麼呢 是通氫氣加氧氣 因為在高溫一千度的環境之下 它就自然會產生所謂的氫氧燃燒 而在氫氧燃燒中 其實我們可以兩隻水啊 一千多住拿來的水 不然我們講 水的三向態 固液氣 固態就是冰嗎 液態就是水嘛 氣態就是水蒸氣嘛 在一千一百度氣的時候 基本上這這麼高溫 你說它會形成水 我還不如說它就直接變成什麼 直接變成歐加溫圍 它會比較直觀一點 在高溫 九百度到一千一百度之間 同時通路氫氧跟氧 它就直接會形成歐跟OH 它就直接形成歐跟OH 或者是歐吐跟OH 就會產生了 那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明解到 它好像是不是要2.1才會形成水 實際上不是 根據化學基因來講 好像是要兩倍H2加歐吐才會變成兩倍H2 但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的是OH 而歐吐跟H2來講 誰會有危險性 氫啊 氫是會爆炸的氣體 所以氫是一定要把它消耗完的氣體 不然它會危險 所以一般而言氫的流量比不會到兩倍 反而氫會少一點 確保怎樣呢 完全消耗掉 確保氫完全消耗掉 所以只要有通氫 它就是施氧 所以不一定一定要大到反二準 其實不用 當然氫 氫越多降化速度會越快 只是當你有一樣的速度的時候 你的重點應該是要把氫點用光 否則它只要有殘存的 它就要在 上個拜講過 要特別要傳送到韓燒槍 就把它燒掉 把它消耗掉 以防萬一 所以現在兩話都是O2H2 那O2H2回到這邊來 那在這個地方之後怎麼辦 你現在也不是單純O2了 你是O2跟H2的話 你怎麼辦 請問O2跟H2 在製程當中 它們是同時打開嗎 藍色是N2 黑色是剛剛中的O2 現在要改成什麼 現在要改成O2加H2 請問這兩件是同時打開 還是要先改成同一個 如果是你會選哪一個 剛剛講過 H比較有危險性 如果今天只有N5沒有紅 你直接看下去 能夠消耗掉什麼 違憲喔 心就直接封出來了 有沒有 當然啦 氫氣只要超過它的爆炸點 它是穩定的 氫氣的反線是有一個警報性的 因為氫氣在溫度過高的環境之下 大約往下降五百多度 那個地方是最危險的 一定要超過五百多度以上 一種氫氣才比較不會爆 詳細的情況我們不是很懂的 我只知道氫氣有個警報性 大概在五百多度左右 你要看氫氣之前 管內的溫度 你要超過這個溫度 它會讓你開 或者它會自動鎖住 因為溫度不夠高的情況下 它會不穩定 它會很容易散爆 散爆不關口 以前不是金屬爐管把它塞住 以前都是石鷹的 因為說爐管本身是石鷹座的 而封住爐管的爐管口 以前也是用石鷹罩 把爐管口罩住了 所以以前發生氫爆的時候 爐管口的石鷹遮罩 直接噴出來 撞碎 所以早期我學生時代 以前看到爐管是怎樣 一根石鷹爐管座沒有石鷹罩 然後石鷹罩外面呢 還有一個承載 無手裝置 就很像一個手炮一樣 就有一個像手炮的機具是這樣 如果不小心過母吹出來 還可以 KETCH UP 接住它 好球 還有一個接那個 管口的那個東西 現在沒有現在都是那種自動化 直接是金屬的這樣子 蓋起來 以前是直接是一個獨立的蓋子 你要把蓋子把它蓋上去 所以絕對是怎樣呢 先開歐部 然後呢 剛剛講過 開歐部 等五分鐘之後 這部可以關嗎 對不對 有overlap了 可是在關H2的時候呢 其實已經優雅在裡面了 其實你就可以怎樣呢 開H2 然後開H2呢 一樣 製成要結束的時候 先關H2 先關H2 再開N2 再關O2 是這樣子 所以 他們的氣體依後順序是這樣 不要搞錯 不要搞錯 但其實你還是開著 等到溫度穩定之後 要去通刺成氣體 通刺成自己先通誰 先通癢 癢通一段時間之後 你才可以關掉蛋 並且開啟氣 並且開啟氣 那氣通進去 就開始叫做施癢 止通歐的時候就改癢 一通清就叫做施癢 等到施癢一段時間 達到你的製成時間 maybe半小時 maybe60分鐘 清晰就可以關掉了 而清晰在關掉的時候 氧氣不要斷 然後清晰關掉的時候 你之後氧氣要斷之前 要先把蛋器先打開 蛋器打開 5分鐘之後 你氧氣才可以關 這樣子結束 當然你氮氣也可以關 你可以整個拉散 反正就是保持的概念是什麼 要開清晰之前 一定要先保有氧 而氧的開跟關之前 一定要跟氮氣有overlay 簡單就是這樣子說 要開清晰之前 一定要氮氣在裡面 才可以開清晰 因為這樣清晰才會消耗 所以清晰是最晚開 最早關 最晚開最早關的清晰 在西洋也化過程中 而氧的開跟關 都必須要跟氮氣有overlay 保持這兩個原則就可以了 這樣子 所以清晰的短線通常都會有個 偵測爆炸點的溫度計 你如果溫度不夠高 他就不讓你彈 所以 清晰是個毅然且毅爆的氣 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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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氣一旦噴進來的時候 就開始也化 就開始也化 好 然後一樣 因為有氫氣的管線 也有氧 所以最後一是怎樣 把氣體排掉 排到燃燒是燃燒 燃燒完的氣體呢 在經過清水的溶解 只要是有毒的或是有微膩的 就把它溶解成水溶解 變成乾淨的沒有一天2.5的氣體在幹嘛 排掉 所有會看到被發黑煙的那些顆粒 都在洗衣室的時候 把它溶解成水溶液 或是把它沖刷下來 剩下乾淨沒有汙染的氣體才可以排掉 才可以排掉 所以 鍵板的立場 晚安很重要 他們都會做好防爆的東西 所以這個製程你可以看到 通路氮氣 淡氣之後呢 乳管推進去 乳管推進去之後呢 然後 開始升高溫度 其實這段 這時候不會通路氧 一通路氧就氧化了 應該是開始升高溫定 穩定溫度之後 才會開始通 大量的氧氣 然後呢 再來才關掉淡氣 氧氣穩定之後才會去通路 清清 才會好無清清 並點來 哪需要點來 乳管的溫度比你火的溫度還高 乳管已經是1000度了 你還去點什麼 有什麼要點的 所以 這些文字呢 不見得 不見得完全正確 所以請follow剛剛這樣一個步驟 才是正確的步驟 好 這些有些步驟是那個 不太 不太合我們現在的做法 好 重點就是這個 好 H2跟co2的流量一定要021來的小 因為我們要保持什麼呢 確保H2要消耗量 最好把它消耗量 H2一定要把它消耗量 而剛才講跟溫度比較起來 氧化速度差很多 在同樣的溫度之下 要氧化1000天寵 100奈米 施養只需要12分鐘 肝癌要2小時 非常 差異非常的大 肝癌非常的慢 所以 基本上你只要長的是厚氧化成 只要大於 大於 100Nm以上 也就是單位是數千N重等級的 都是用施養的 只要你長的氧化成是數千N重 只要在1000N以上 都是使用 10樣 除非你有文莫品質的要求 才會使用感染 但肝癌要很久很久 感染非常很久 那接著就來講壓力 什麼是壓力 空氣中有多少的氣體分子嗎 壓力越多就代表什麼 空氣中的氣體分子越多 壓力越少 壓力越少就代表空氣中的氣體分子 越少 那空氣分子越少 就比較少 就比較多 你的反應度都比較少 反應度比較少 你的氧化速度就會 比較慢 那反應度多 空氣體分子多 反應度多 那它叫你力氣才能反應 所以 壓力只要增加 你的氧化速度就會變快 板子壓力如果變小 速度就會變慢 壓力越大 空氣的氣體分子多 你比較容易遇到 遇到反應度是什麼 第二 壓力越大 擴散速度就會越快 就是加壓 你就想著 壓力給它 氣壓力越大 氣體分子 就像瘦巴瘦片的碰撞影響越多 它擴散就會越快 壓力越大 它越會擴散 擴散速度越快 所以氧化時間都會變短 因為氧化速度越快 反之壓力如果變相 反應速度就會變慢 因為它過散的速度會變慢 然後氣壓越少 氣體分子也越少 可以反應的 氣體分子也會變少 所以速度也會變慢 所以壓力會變長到速度 但是如同前面講的 有時候長的慢一點 體質會好一點 慢流出細膜 慢流出細膜 所以有時候壓力下降 可能會比較靜 壓力越高會轉得比較快 所以你看 同樣在五個小時內去氧化 如果今天要長出 1000公里的10,000公里的話 一大氣壓 同樣是五個小時 一大氣壓要升長1000度才能長 如果你是10大氣壓 那只要7百度就可以了 所以壓力越大 你的升長溫度可以下降 因為速度已經快了 那我要把速度慢下來 我溫度就可以低一點 但是高壓比較危險 氣壓 因為裡面如果是高壓 它就比較會有爆炸的危險 因為氣壓就有比較玻璃力 一直管氣管氣 氣壓大到一個深度 就是會爆掉 因為裡面壓力太大了 所以一般的高壓氣體 叫做什麼滅火氣 滅火氣裡面充滿就是高壓 所以你知道就開頭 氣壓會不會出外的有沒有 高壓氣基本上都要使用鋼瓶結構 所以高壓的爐管 它可能就要使用鋼瓶的爐管有一定 那可能就需要這種 就是要防爆的 就好像 各位可以看到的高壓 高壓氣體就是 最常見的就是滅火氣 跟什麼 瓦斯拉 液態使用性 就是出發的瓦斯拉 之類的 它們都需要用那個 鋼瓶來能夠安全 確保安全 所以你看它們高壓力化 最外層就還有一個無鏽鋼瓶 確保它不會爆病 好 氧化完之後呢 長出來的氧化層 怎麼去判斷它的厚度呢 好 第一種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用橢圓光骨儀 市面上可以買得到側膜 它是用什麼原理呢 它是用線性極化光 光是有極化方向的 你給它一個線性的極化光方向 它經過材料的時候呢 不同方向它的偏正速度不一樣 使得進去出來之後呢 它會從線性的偏正 線性的偏極化光 變成橢圓的偏極化光 所以它是要測量下位差 測量它的極化方向的偏差 它就可以推斷出這層厚度是多少 當然千萬不要先告訴它這是什麼材料 它才去做計算 所以基本上薄薄 尤其是極化薄薄的厚度量側 基本上可以使用光學量側就行 只要使用光學量側就可以了 而光學量側是一個非破壞性量側 它不會touch到兩邊 它就是發一道光出來 測它的反射光 然後去分析 陸色光跟反射光 彼此之間的光度 分析出來就可以分析出 這層材料的厚度是多少 所以利用光學的技術 就可以兩色演化 那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就是什麼呢 用肉眼去看它 二氧化性的透度不同 顏色會不一樣 反光出來的顏色會不一樣 所以如果各位做時間做到有經驗的 這一道出來這個薄膜的厚度 有沒有符合自己的要求 你只要看顏色就可以看得出來 看顏色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出來顏色 而顏色是有什麼決定的 表面的反射光跟下面的反射光 兩個的建設性或破壞性感色 就可以確定了它的顏色 所以會有一個色膜 會有一個色膜 看一下 這裡面要使用整些色膜 褐褐會有顯 會有不同顏色 過度會有不同的顏色出來 所以只要化成多厚 基本上看顏色也可以 大一點猜得出來 只是如果你要精準的話 你還是就必須使用 椭圓光 椭圓光 當然那些什麼電線兩側啊 就是做成電容 兩側的電容子出來 或是就像是平心板電容一樣 你可以用兩側電容來算它的頭部之類的 不過一般 半導體場裡面 在半導體場裡面 在氧化完之後呢 它們就直接用光束去測 後面是多少 薄過後呢 可以用NK兩側影 測出來 或多薄了 就用橢圓影 就可以測出來 基本上 只要你有錢就可以測出來 把機台買 它就幫你測 就可以幫你測出來 那早期後氧化是為了做 ISOLATION 我們先不講過 早期的ISOLATION有什麼 第一代 長氧化車 直接掌控後面化車 然後只要把它吃凹 就可以做元件 第二代 LOCALS 必須是 元件的表面 上表面跟下表面 都要有氧化車 所以使用了LOCALS 第三代 我不希望有高高利率的體驗 我全部都是用 STI Sino-Change ISOLATION 絕緣區 又往下駕的方式 可是在STI之前 無論是長氧化車 或是LOCALS 都需要氧化 數千N重的二氧化車 那這些都是使用到 WEARSA 所以早期WEARSA 是用來做隔絕的中藥製產 所以以前都會使用WEARSA 來長厚厚的絕緣層 但是在現在的 新的機體電路跟製造裡面 以及不需要這麼厚的氧化車 要說使用到熱氧化這個步驟 我最早講過 我過的產生有兩種 一種叫做成長 一個叫做成績 成績就是原材料 都使用自己的 都是從外面來的 一個叫成績 使用到自己的材料 的叫做成績 而現在半導理技術當中 的二氧化氣 厚的二氧化氣 都仰臺成績 都不是成績 所以現在先進的半導理製成技術 熱氧化車已經不再需要厚的 已經不再需要時事氧化車之後 都是乾癢 都是乾癢 因為不需要長這麼厚的氧化車 所以現在氧化車的主流 都是要長薄的氧化車 薄的氧化車 那第二 現在高漲的氧化車 而 現在另外一個機台的趨勢是什麼 我之前講過 快速生氛系統會取代傳統的乳管 傳統的乳管一次可以進很多片 可以進25片 甚至50片 但它的缺點是什麼 升降的速度太慢 因為一個乳管的強力很大 你要升溫就需要很多的能量 要降溫就能等它慢慢的散 好不好散 可是呢 單片製成 單片製成的機台 因為槍也很小 它可以迅速的升溫 又可以迅速的把熱排掉 降溫 所以現在這種快速熱退火 快速熱氧化裝置 RTO 快速熱氧化過程已經取代 不是很可能 已經取代乳管制程 除非你今天的片量很大 那你用乳管會比較便宜 用一次就做都會做乳管 可是如果你的片量沒有那麼大 用單片反而比較好管理 反而比較好管理 而且乳管一次就是做50片 一旦有製成誤差 一旦就是50片 可是單片製成有熱度誤換 想就一片 而且可以馬上知道 因為測出來 趕快我可以馬上去量看看厚度 我可以馬上去量厚度有多差 好 所以 現在RTO基本上都已經取代乳管 現在在涅界裡面 長氧化成 都是使用RTO 都是使用RTO 除非為了省錢 當你coast down的時候 你才可能會把乳管這個器材看出來 但是訓練你就是一旦出示 沒有變更多 所以要小心 那再來 現在又要長薄的氧化成 都會使用N2M來取代公圖 因為N2M造出來的氧化成 你看它有氮的成分 它會有氮的成分 而氮的成分 可以加強它的界限長數 也可以加強它的貴電長 也就代表說 它的薄膜品質會更好一點 但是氮不能太多 氮氮太多越不好 過量越不好 微量的氮是好的 太多的氮就好 太多的氮就好 太多的氮就叫做Nitrile Si3N4 氮化性 氮化性 他已經有很多的缺陷 有很多的transmit 是不好 而 SiON 氮氧化性 品質比較好 但質量少量 多的又多好 多久都好 因為矽跟蛋的間諜會比矽氧間諜還要強 矽氧間諜會比矽氧間諜還要強 矽氧間諜會比矽氧間諜更強 所以它變成承受更高的變長 所以它的空位變得好像比較強一點 但不要太多 我們現在講完的加熱製程中 最主要的功能 早期最主要功能就是氧化 而早期氧化有厚的氧化層做絕圓層 也有薄的氧化層做炸雞絕圓層 厚的是做圓件跟圓件之間的氧氧化層 薄的是做炸雞氧化層 而第二 早期的加熱製程呢 第二個重要功能就是擴散 擴散是用來掺杂半腦筆的 就將半腦筆從N型掺杂成P型 或從P型掺杂成N型 或是讓濃度變得更冷之類的 都是使用加熱擴散 擴散是一種物理過程 它其實就是用熱運動 分子熱運動它會像四面八方的碰撞 而濃度多的地方 它比較容易發生複撞 所以它又可以拔回來 而濃度低的地方呢 比較不容易複撞 所以撞著撞著就會距離去 往濃度帶來的地方撞過去 所以這就是擴散 所謂擴散其實就是 不擾運動的區關化 什麼叫不擾運動 空氣分子在有熱的環境下回來 就會向四周都漏洞 只是怎樣呢 如果你空氣中是均衡的氣體分子的話 它往任何一個方向 擴散的機率都一樣 所以最後撞來撞去 撞來撞去 最後鄰居位置 零 所以沒有複撞 可是如果今天呢 這邊路度高 這邊路度低 我一往這邊移動 我一往這邊移動就不撞了 撞回來 而一往這邊 誒我太力不撞 久久撞到一個 你又往這邊不撞了 馬上走過來 把這邊的 往右波動的機率高 往左波動的機率低 那漸漸的平均衛移就會往濃度淡的地方撞過去 這個就叫做擴散 所以擴散的微觀期期期就是熱運動 就是熱運動造成的 所以為什麼會從濃度高往濃度的地方走 因為濃度高的地方一發的蟲撞 反而不容易過去 氣體分子不容易往濃度高的地方過去 往濃度的地方過去呢 比較會發出濃度高 所以它可以走得比較遠 它可以產生比較多的濃均衛移 所以這就是擴散 這就是擴散 所以擴散是熱運動它是個物理過程 只要溫度越高它就會擴散的越快 而且摻雜物會擴散到吸氣板 改變半導體的導電率 導電率 而如果今天呢 你要擴散的摻雜物產生一個Pn 接面 那一般Pn 接面的地方定義就在 接面的定義是定義在哪裡呢 擴散的摻雜濃度 每個機板的深度 那個地方就叫做接面的深度 來 給各位看 今天你買來一個半導體 你買來的半導體裡面 我前面講過 買來的半導體裡面 本身就已經有一個均勻的摻雜物 在拉近的過程中 本來就已經摻雜了 而且它是均勻的 所以這個半導體 是一個均勻的摻雜濃度 它的倍速度是單一的 而你今天想要摻雜它 你就沉積一個摻雜物 這摻雜物有非常濃的多粉 非常多的雜質 然後你給它一加熱 一加熱之後 它就會往半導體內部擴散 沉積完 在沉積過程中 知道我高溫暗度會擴散 這裡一往下擴散後 誒 濃度就開始往下擴散 往下擴散 擴散 擴散到哪裡呢 當擴散了這個 摻雜物的濃度 剛好等於你的背景濃度的這個地方 這個焦點 就稱之為接面 就稱之為接面深度 代表你的摻雜物的濃度 等於你的背景濃度 我摻雜物跑進來的濃度 等於你的背景濃度的這個時候 就稱之為接面深度 所以只要你是使用熱擴散摻雜物 絕對是越表面越濃 越裡面越淡 代表什麼呢 代表濃度跟深度 你沒有辦法努力控制 因為擴散 擴散是從濃度高流濃度低的走 從濃度高流濃度低的走 你沒有辦法說我要這裡濃 這裡淡 做不到 因為它一定是從濃度往淡的地方擴散 所以越裡面會越淡 越外面一定會越濃 所以你沒有辦法造成裡面比外面濃 擴散是做不到的 擴散是做不到的 擴散一定是從濃度往淡的地方走 而早期的擴散呢 最主要就是做什麼呢 Morstrate的Soft drain 比如說我今天要做P的Morstrate 那我的基板使用N型基板 而我的Soft drain使用P型的話 我就要擴散 擴散的話呢 我只需要在Soft drain的地方 摻砸就好 不是Soft drain的地方不要被摻砸 那怎麼辦呢 一樣 成長一層遮蔽氧化層 然後呢把受罪的地方的氧化層給食喝掉 給食喝掉 然後接著再沉積你的摻砸物 然後進行加熱擴散 而摻砸物在捲層裡面 在二氧化層裡面不太會擴散 擴散係數很慢 所以呢 摻砸物會被二氧化層砍下來 而沒有二氧化層的地方呢 它就只會直接溶解到Silic裡面 溶解到基板裡面 就會變成摻砸層P Plus 有時候摻砸三氧化層進去 就會變成Kip Plus 新陳的Soft drain 而被絕緣層氧化層 氧化層遮住的地方 就不會被摻砸到 底下的Silic就會被包吹得很好 但是因為熱擴散是個 是個冷向性製程 所以它不只是會向下擴散 它會向側面擴散 所以在擴散的同時呢 雖然這裡有阿財遮住了 可是在擴散的時候 它也會向側向 側向四面擴散擴散 所以多多少它會有Overlay 側向擴散造成Overlay 所以擴散本身會造成Overlay 它會有側向擴散的情況 所以你也很難怎樣呢 你的形狀很難 剛好跟你的塗外一模一樣 它也會比你的塗外還要來個大 因為它會向四面擴散擴散 這是擴散的確定 所以擴散的確定 擴散的確定 不能夠努力控制殘渣濃度跟界限深度 再來它是等向性過程 等向的過程 所以它會連遮力氧化成下方的部分 也會被擴散到 所以影響擴散最重要的 就叫做熱基醇 什麼是熱基醇 擴散製程當中溫度跟時間的成績 叫做熱基醇 所以溫度越高熱基醇越大 時間越久熱基醇越大 所以熱基醇越大 代表擴散行為越嚴重 溫度越高又越擴散 時間越久也擴散越多 所以熱基醇指的就是 加熱製程中溫度跟時間的成績 就叫做熱基醇 我們講所謂的SERMOR BUDG 就是你給人它多少熱能量 溫度乘上時間就是你給它的總熱能量 時間越久它過的能量就越多 溫度越高它過的能量就越多 溫度越高它過的能量就越高 這兩個都是不許它過散的力量 溫度跟時間 在高溫下時間越久過散越多 但同樣時間下溫度越高 過散就會越多 這叫做熱基醇 而熱基醇呢 過量的熱基醇 會不利於原件的萎縮 當原件越度越小 我們只希望在這個地方有殘渣 可是如果你是使用加熱製程的話 它會像側向擴散 它會像向擴散 因為擴散是個等向性質 它會像四面八方擴散 所以在當你殘渣濃度 你使用米紙度次後面我會講 就是用注目形式的 不是用擴散 是注目形式的受罪 好不容易心臟控制好 但是你在熱火化的時候呢 一退火它像四面八方擴散 想不到馬上會不會就很大 雜體這麼大下面也沒有用 這就是太高的熱基醇 所以在原件的微小化過程中 熱基醇會不斷的要求下降 否則你的受罪的形狀很難佔敬 受罪形狀很佔敬 所以後來就發展出 一連串許多快速熱退火的方法 包含什麼呢 剛剛前面講的快速升溫系統 還有什麼雷射軌 還有微波退火 開始使用不同的加熱的源 不只是單純的溫度 我可以使用微波 我可以使用雷射 而不是只是單純的加熱線圈 所以原件越做越小 越來越考驗等下型製程 原件越做越小 就希望許多非等下型製程 才能夠讓形狀縮小力 變得能銳利 而不是四面八方的亂跑 那就很難控制形狀 那就很難控制形狀 所以原件越小 熱氣層就會越少 所以現在的半導體制層 逐漸的朝向低熱氣層的方向發展 甚至越來越朝低溫化的氣層提出發展 所以現在看到的製程技術 越做越小 也朝向低溫化的氣層 裡面發展 所以你會看到 不同的製程技術 它要求的熱氣層不一樣 在同樣的熱氣層的要求下 同樣的熱氣層的要求之下 越先進的製程技術 它所能夠承受的溫度就越低 或是在同樣的溫度之下 同樣的溫度下 越先進製程技術 它能夠承擔的時間就越少 所以 越先進製程技術 越往右下角 又下角代表什麼呢 高溫的溫度在下降 時間也跟著下降 所以它們的層次就會越來越小 高溫製程越先進的 熱氣層越小 熱氣層代表越小代表什麼呢 製程溫度在下降 製程時間也在下降 也在下降 都在朝低溫化的方向走 好 這個就是擴散 擴散還有一部分 其實後面還有一些對付 我們下個禮拜再介紹 這一點點 這個講法加熱 加熱是能講法的經濟到維吾製程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 擴散是能講法的經濟到維吾製程 好 這禮拜先上到這邊 謝謝